这里是鬼怪猜色的奇怪洋楼 被委托前网调查 个性有点小胆的路易吉 正式展开冒险 路易吉洋楼2 HD 路易吉的搭档 是什么都能吸到的鬼怪吸尘器 对着鬼怪开着闪光灯 趁着鬼怪吓死那一下 将它一口气吸进去 另外它可以同时吸几只鬼怪 阻挤着去路的鬼怪 每一只都有一些幽默感 就像捉衣恩一样擅长躲起的鬼怪 用绷带绑成木乃伊一样的 逐步逼近的鬼怪 用啫喱的身体困住路易吉的鬼怪等等 将会用尽各种手段 将会用尽各种手段 襲击路易吉 而在当中都有这样的鬼怪 这次要探索的舞台是 尘旧的洋楼 怨念贼底 荒废的植物研究所 佐州大树 过去曾经是生产时钟的建筑物 地狱时钟工厂 被植雪盖着的 白鬼夜行星 无论走到哪里 当然不只是鬼怪 还会遇到各式各样的迷体 机关 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的 就是这个鬼怪吸尘器 这个地方就看下 好像已经不能再走 但是都可以像这样 除此之外 用闪光灯照一照 机关就会开始动 有时候 还可以利用气球飘起来 另外 用暗光灯照一照的话 原本看不到的东西 都可以看到了 在这栋充满突发情况 和秘密的洋楼里 到底有什么 等着我易吉呢 最多可以给四个人 合力完成任务的恐怖高塔 有着各式各样的任务 就好像是 捕捉潜伏在各个楼层里面的 所有鬼怪 又或者在限制时间内 找到隐藏在楼层里面的出口 沿着脚印 捕捉跑来跑去的鬼怪犬 一起来挑战 随着任务推进 就会变得越强的鬼怪和机关了 个性有点小胆的路育 吸引 照亮 解迷 路易吉洋楼2 HD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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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